问,文超中说,受苦时做消夜想,弟子的困惑是,受苦能消夜的前提是什么?是不是只要受苦,就是消夜? 恳请法师开示,法师答,受苦时能够消夜,确实有前提,我们来看,三界六道轮回中的众生都是以苦为本,而诸佛菩萨又是以苦为师的,一样的苦,为什么会有两样的看待呢? 这就是我们发心不同导致的,也就是说,受苦能够消夜,它的前提就是看我们的心用在何处,受苦做消夜想,实际上就是借这个苦境,借假修真,成就忍辱波罗蜜,所以叫吃苦了苦,也就是成就我们的平等随缘心,但是大家要知道,佛陀在经里面也会呵斥当时的苦行外道,那是因为,这些外道是以吃苦为救的。 修静法,属于邪之邪剑了,所以说,并不是只要吃苦就能消夜,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两种发心,受苦时做消夜想,它是应援而生的,苦的境界来了,我应着这个静,在境界中去修,也就是我们说的,因地要真,要努力,果上要随缘,苦的境界现前,实际上是一种果现前,那我随缘把这个夜消掉,这就是随缘消旧夜, 能够生起出离正见,再进一步来讲,吃苦消夜还有一层智慧的内涵,我们在苦中去关照,乐知道苦乐是相对的,把苦乐这两个概念都摆平了,就可以了苦,而苦行外道是以攀缘心去修,实际上是一种夜席的神话,颠倒见得进一步坚固,这就是再造新疆了, 只能够增上于吃邪见,所以说,这两种苦行本质上是不同的,大家不要误会 最后一提示了,这就是一种诱导的,如果一切还要召唤,我们在决定中之外,可以更好其他看待的,还是不如我们在决定中之外 正在近三度的男生,说这就是一种诺导的美女,整理一次的美女是 selv性级的美女是不是